比方說你看像這個中國現在很多很荒謬的文化都出來了 最最久的大概最熟識應該就是什麼山寨文化 真的什麼都是假啊 對的確剛才我們才提到了中國的糧食價格 一路在飆漲 這當然跟很多包括進出口啦 還有包括國內供需啦 包括跟封城等等都有關係啦 但是還有一個更實質的問題 就是當你價格過度炒高之後 就會有一些光怪陸禮的事情出來嘛 大家都想要趁機賺這一筆嘛 日前都在中國傳出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蔥 不是說這個蔥是假的塑膠的不是啦 沒有那麼誇張啦 塑膠的蔥切都切不下去啦 是這個蔥人家買的時候摸起來怪怪的 拿個衛生紙一插居然是藍色的 所以一開始傳出來是不是有人用這個 藍色的方式把不是這個可能是黃色的 加個藍色把它挑挑變綠色 但不是這個樣子的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如果只是塗的話塗個水彩那也就算了 後來有人去化驗啦 這個藍藍的東西它不是一樣 它是一個我們在台灣做實驗也會碰到 叫硫酸桶 硫酸桶 硫酸桶 當然我們台灣是小朋友教你做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會用那個硫酸桶 所以應該是這個沖農用硫酸桶去製造 所謂波爾多益這種農藥無機農藥 來殺死某些菌類 好問題來了 重點是你用了你應該把它稍微處理一下 沖洗乾淨嘛 完全沒有處理直接端上市了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你如果直接吃下去的話 你回去沒有好好的洗一根一根的洗 像很多台灣人洗菜 因為我們相信台灣的這個所謂農藏殘留的檢驗標準嘛 我們就不用擔心啦 這個大家都是基本沖沖 我看這個可能不見得是基本沖一沖 可能是要一根一根慢慢錄 大家要注意沖裡面是空的嘛 跑進去還得了 你用摸都可以摸出來是藍色的 這到底下了多重的這個本下去 真的是耐人尋味啦 我們只能祝福中國人不要吃的 都變成藍色小精靈 好那另外一個呢 是我們之前有提到中國人不敢打自己的疫苗 為什麼呢 他說狗都不打了 我們打狗打的疫苗都是用外國進口的嘛 這個是基於中國人 長期對中國製藥業的不信任 他包括了尿布類 所以全世界的尿布都被中國人買光了 也包括奶粉類 所以澳洲的全世界殘奶的奶粉也都被買光了 好最近又傳出了 有這種嬰兒的這種膏啦 這個是當然是一般是保護皮膚的啦 但是呢重點是塗了之後 小朋友整個臉變腫起來變大頭娃娃 也不知道裡面是摻了什麼 如果是摻了驗了是肋固醇 還至少知道是肋固醇 好可憐喔 這個是不知道塗下去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腫起來 也可能是過敏反應 也可能是毒性反應 像這類型的狀況 其實他就反應 當然這是我要強調 這是少數案例而已啦 不是說所有中國東西塗下去都會變這個樣子 但是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你要中國百姓去相信你國家推出來的什麼東西 老實說我覺得是這個 真的就是也不用再做什麼大外宣 你先把自己的內宣做好 你剛剛看那個影片 那個米其林寶寶 他不是天生的 他是擦那個要變這樣的 沒有人的小孩子一生下來 是就變成這樣 那個太不像了吧 對啊 這個很明顯是中了毒啦 或是產生過敏的反應 才會腫成這個樣子 那當然中國還有一些 可能也是中國人比較 覺得品質比較OK的 像是茅台酒 我們之前蠻多這個媒體也在討論 中國現在這個茅台的這家公司 他的市值可以跟那種台積電 他一決上一決死戰 中國因為其他做的東西都不能信 中國現在哪裡缺錢 都要找茅台要 對 只有他能救 當然實際上能夠買到茅台很少 真的啦講白點 真的茅台很少 假的當然很多 貼牌的很多 裡面不知道放什麼東西很多 真的茅台 他們要去搶購 怎麼搶購 就像這個畫面上說的 他們是網購 他直接拿那個按摩槍壓在你的指頭上 按摩槍會震動嘛 你的指頭就會快速震動啦 當然就有專家建議說這個 當然這個的確是能夠快速採購 因為大家都是秒殺的狀況下 所以這個是為了秒殺 對對對 他就是你秒我更秒啦 我用那個高 他有創意了吧 超音波震動槍直接震下去啦 你要秒也秒不過我的超音波 太扯了 當然我要強調 就我不小心買了一百萬支的 對對對 我們真的老實講 中國人真行 什麼都可以想得出來 我們無法想像能夠結合在一起 他們都能夠結合 那剛才也提到了中國的官 最近中國在開地方兩會 傳出一個消息 在河南有一個叫紀元的市 他就傳出有他們的官員 之間互甩巴掌的狀況 什麼樣互甩巴掌狀況 在他們紀元市政府的食堂裡用餐 發生了紀元市的黨委書記 我要強調在中國黨委書記 是一地實職的領導者 真正的市長是他 所謂的市長只是二把手 好這個真正的市長 所謂黨委書記 跑去打了市政府秘書長 要注意是二把手的二把手 市政府秘書長 他去打了秘書長一巴掌 罵他說你有什麼資格在這邊吃飯 好那這個事情一開始沒有傳說 因為他是發生在那個1月11號 好 所以他去打了秘書長一巴掌 罵他說你有什麼資格在這邊吃飯 好那這個事情一開始沒有傳說 因為他是發生在那個1月11號 然後他去打了秘書長 隨後他的這個被賞巴掌的這個秘書長的 這個主任秘書的太太就去網上實名舉報 實名舉報這一個黨委書記 那什麼五路人 怎麼可以去打打這個也是朝廷命寬 而且他為什麼不能在這裡吃飯 對重點就是他本來就可以在那邊吃飯 但是顯然是刻意找雜 就是說你這個資格不夠 你沒有資格坐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吃飯 可能是雙方有嫌隙 好這個事情發展到最新的狀況是 這個黨委書記當然比較大 所以他就成功的把這個市府的這個主任秘書 給增加下去了 那包括他太太的所有文章 實名舉報的文章 也都通通被砍掉 甚至也他的所屬的單位 也對他出了一個處分書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趣文 這個趣文是不是發生在中國 也不是發生在台灣 他發生在日本 我們之前在節目也曾經講過 中國人在日本的形象在2020年一系崩壞 因為就是因為肺炎的關係 把日本害慘了嘛 討厭日本的人數來到史上最高87% 是此負面觀感的 所以就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呢 這個我們有稍微碼了一下 發生了一個叫台灣SPA 那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性感的圖片 實際上他就是日本的色情行業 那他號稱是台灣SPA 感覺起來是台灣人去開的 但是日本警方去查超之後才發現 其實不是也是中國人開的 但是他不敢打中國SPA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看到中國的去堵欄嘛 看到台灣就會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的友邦 台灣防疫安全 應該安全 乾淨又安全 就特別錢去消費了 所以這個他就打了台灣SPA 在那邊攬客 那當然他從開業以來 就不斷被人檢舉 然後來日本警方去查超 也把他超掉 但是我要強調 他不是因為叫台灣SPA 或中國SPA被抄的 他是因為從事違法的 這個性服務而被抄的 但是由此可以凸顯出來 連中國人自己都很清楚的意識到 第一 中國這個兩個字抽掉 第二 台灣這個兩個字走在外面 遠比中國要有說服力 更能吸引別人 所以原則上 連這個行業有沒有 都覺得來台灣的安全 所以原則上來說 我是勸小粉紅 要不要去實名糾局一下 這間店的老闆 出來居然搞台獨 那當然我們還是回歸一個根本 就是中國他自身的問題 當然中國人他自己去面對 自己去解決 我們看到他 我們也不用說什麼 中國好像做得比較好 我們做得比較差 原則上來講 中國人的體制不改 他們的這種亂象也不會解決的